後面的話再做那個邏輯判斷 所以底下部分的話 我剛剛有已經寫好了 不過我把它註解掉 如果我要讓它顯示出來就很簡單 選取這個範圍 然後我把它取消 Ctrl加一個斜線就出現了 不過我是建議如果可以 你們就自己寫 因為說真的這些東西 大概跟剛剛是一樣 我從最輕的 然後再標準 再過重 再輕度肥胖 剩下的就是重度肥胖 基本上跟我們網路上看到的 BMI計算器 裡面的這個規則 基本上都一樣 所以只是說做個轉換一下 就這個 裡面只是把這個敘述 變成什麼 這個敘述 變成一個 這個Python的邏輯 OK 其實應該也只是說 做一個什麼 做一個翻譯的動作而已 只要沒有打錯 我發現從 最常遇到就是這個 冒號忘了打 冒號很重要 Python裡面的結尾 都是冒號 那VPA裡面是ZEN 有沒有打一個ZEN 所以有些細節 可能你們自己再稍微注意一下 然後呢我們就可以把這個 給print出來了 我們做完之後的話呢 當然做邏輯判斷 不過呢這個最後的結果 好像離我們要的有點距離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地方 我們就是print 假設我今天隨便輸入一個資料 好 那這邊的話呢就會出現什麼 它的BMI 評語 可是問題前面沒有BMI沒有評語 那怎麼辦 所以你可以什麼 很簡單的方法 可以在這個前面 加一個什麼 BMI 冒號 加在哪裡呢 加在 這個 加在這個的前面 有沒有 特別注意哦 你可以直接加在這裡 它就BMI 冒號 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輸出 那你會發現這個一步一步 假設隨便在輸入 OK BMI 出來了 然後 把BMI 串在後面 我如果今天希望 有一個雙引號在前面 就是反斜線 雙引號 你如果你要輸出那個雙引號 然後在這個後面 BMI 這個反斜線 雙引號 那這個地方它就輸出什麼 BMI冒號 在這邊再輸出一下 BMI 冒號 等於這個 那 ENTER 換成 它的標準 不過最後會有一個問題 那我那個什麼 評語 還缺 我們如果雲端上面看到的 我如果今天希望最後呢 長這樣子 BMI 有沒有很接近的 換行 評語 冒號 那評語應該寫在哪邊 你想說 評語 冒號 那不如什麼 這評語冒號呢 乾脆寫在每一個 的這個前面不就好了 可是 如果每個都要寫的話 你變成要寫二、四、六個 那這樣感覺重複的東西 程式盡量還是不要重複 不過如果真的你寫不出來 你還是重複好了 不過我跟各位講 我們先不要用重複的 那假如說 好了 我不希望你重複一直寫 那你應該寫在哪裡 應該寫在 這個嘛 所以你可以寫在 這個 BMI 這個後面 加個換行 所以這邊其實你可以加一個 反斜線N換行 然後再加一個評語兩個字 加在這裡 然後執行一下 可是會有沒有接近呢 我們看一下 這邊隨便再輸入一下 有沒有 換行 然後評語 OK 最後會不會做出我們要的結果 BMI 冒號 換行 換行了 評語 評語少個冒號 這個不錯 不過最後的話 糟糕 這邊明明不用換行 他卻給你換行 那怎麼辦呢 特別注意 主要是Printer本身 他怎麼樣呢 他在最後呢 他做完之後 他會幫你自動 怎麼 再加一個換行 所以 這邊為什麼空 因為 就是這個換行 那如果說最後 假如說你不希望 你會多一個換行的話 很簡單 就是在那個什麼 Printer的最後後刮斧 前面加一個斗點 斗點意思是說 加一個參數 什麼參數呢 就是不要 幫我把 就是最後那個換行拿掉 拿掉的寫法 就最後 他一定會幫你加一個 換行嘛 所以 最後就END嘛 END意思是說 最後的那個換行等於 沒有東西 沒有東西的話呢 就是加一個什麼 雙引號 意思就是幫我把那個什麼 換行有沒有 變成沒有東西 沒有文字的意思 就是把那個 意思是說 幫我把那個換行拿掉 拿掉之後的話呢 他本來應該是 這個變這個 OK 那應該 這邊應該平語後面加一個 反斜線 N OK 加一個 那這樣不用 這個再加就多了 那這樣應該OK的 OK 好 已經寫好了 我們來試一下 看這邊結果會不會OK 然後比如說輸出 然後這邊再加一個 OK了 應該看懂我的意思吧 只是說我一次可能 把所有的問題都解決了 我們來細節再看一下 依 這個BMI冒號 我是直接加哪裡呢 這個哦 我剛剛本來沒有 把它加到 這個前面 就是什麼 本來只有這個嘛 其實我 Format的好處是說 你就可以直接把你的文字 加在資串裡面 然後將來透過什麼 透過大瓜壺去傳送你要的東西 所以BMI 把這個BMI放進來 換行 換行 這邊換行 平語 冒號 然後把後面的換行吃掉 這樣就OK了 好 應該可以看懂我的意思吧 只是說可能他蠻多細節 請各位注意一下 所以一 請你把邏輯做完 第二的話呢 再print出去 畫面先滑給各位試一下 OK 那也就是我們需要做到就是 BMI冒號 然後把BMI放到後面 再換行 平語 然後什麼平語 OK 所以 這部分的話 盡量用理解的 如果我現在還沒辦法完全理解 可以參考一下雲端上面 我有放那個我剛剛寫完的 這個程式 OK